没错 别跟我自我 我在播错了 今天过节了 朋友们 我下班了 但是我马上要去别的地方上班了 朋友们 七夕怎么过 那就是好好快乐的上班 下班上班下班下班再上班 也好可哟 小马哥有啥好喝的吗 你那小冰箱里有啥好喝的 大冰箱 想喝点好喝的 这个厉害了 把这玩意里放着吧 这样看不见朋友 这样看吧 你们今天过啥呀 咋过呀 跟我过 跟我过 你想太多了吧你 呀 那我也可以同意 但我不知道今天吃什么好吃的 我想买的放在那儿 这样吧 不还行 我下班了 我下班了 然后再回家重新化了不然再上班 上班下班下班下班上班 哎呀 因为我从剧组下班了 然后再上一个别的事情的别的班 广告啥的 那你要自到忙啊 我现在 有点忙 稍微说的有点膨胀了啊 那有点太忙了 打枕 别说了 哎呀妈呀 我不之前都说过了吗 这招人嫉妒 不能这样子儿嘞 别这样子儿的 这能行吗 我说吃点啥好吃的呀 不是啊 在路上 大熊说它买好吃的了 那是 是吧 不要想了 就说它买好吃的了 要好咱们操作 吃点好吃的了 接个综艺 拉倒吧 我可别接综艺了 我现在发现了 我不适合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也不适合我 我看人多你让我说话 我就尴尬 哎呀妈呀 而且我特别不会夸人 特别好笑 以前你知道就是 我这个人吧 就特别 我特别不会 嗯 怎么说呢 不会不会不会流血 然后呢 然后后来就见到那种 比较反正走着很厉害的人 然后呢 他们就非得让我去跟人说话 我实在哎呦 我说嗯 就是 就大家心目中高疼什么的 我说你让我说话 我整个不明白 我费也让我说费也让我说 我去了 我憋了 憋了五分钟吧 直勾勾在这儿 瞅人家憋了五分钟 我说姐 瘦了哈你 然后他说 没有啊 我胖了好几斤啊最近 然后我就惊呆了 我就整个都呆住了 然后就看看他看看天 看看地 看看天 然后又后来最后 又直勾勾的看着他说了一句 是啊 我就 然后我就走了 哎呀嘛 从此以后反正 也确实没有人那个事了 也没有人逼我做这种事 我就把气氛凝结 现在整不了 太难了 那你说你说点啥呢 你说你跟人家说啥 打开话题呢 那一般不都是这种套路吗 说你瘦了 美了 你最近特别漂亮了 什么的那样的 说不好 所以吧你让我去综艺也是一样的 你让我没话找话 我都憋不出来什么话 我平时你让我说话 我还挺好说话的 你让我就是用那样挤话就挤 我不会挤 我没有梗 我没有那种反应的能力 接不了 我就适合自己说 我一看人家说我就把人家那个了 我就把人家给整尴尬了 那整个的一个节目全尴尬 你咋办呢 太难了 这锁子都有点上火的 看我现在会单挑眉了 你没发现吗 越来越有魅力了吧 有点越来越有男人的那种感觉了 就是男人的魅力 是吧 一般那种霸道总裁都是这样的 这样 一台 帅 小维尼 我其实真的会 等一下啊 完了 怎么有点像那个 就是去那个就是青楼的那种大坏男的呢 怎么刚才那样太没错了 我还得再练一练 但是我已经开始会动了 已经比以前有进步了 已经比以前有进步了 耍帅需要一个过程 我还得再学一学 刚才那个有点像一个猥琐男 很快就要好了 再练一练 下次再给你整 好吗 这不是耍帅也没有那么简单吗 没眼神知道的 口红什么售后 剧组给用的口红 MAC的一个 洞沙色我感觉像是 其实 我正常生活中很少涂这种比较温柔的颜色 我都是涂那个 比较 很暗的颜色 就很少涂这种色 他在拍我 他在跟我拍照 但我实在不知道 刚才我为什么要摆出这个奇怪的pose 这是啥呀 这是啥呀 自己也会有点那个呆住 我们家小红 我不喜欢自拍了现在 因为太磕成了 哎呀 早早就放弃自拍 我一拍就磕 人一拍就磕成 我就不想拍 看着我都闹心 真磕成 哎 都不知道有时候给你磕成 我妈都说 有时候丑我挺顺 有时候丑就有点磕成 我用不用滤镜都不咋 你用的滤镜吧 贼讲不用滤镜吧 还咋看都磕成 我觉得其实跟现在的这种美妆相机啊 美颜有关系 就是你已经看 看习惯了 就是你那个脸就是光光溜溜的 啥也没有那样吧 你看脸上有点斑 有点点有点卡粉 你就不得劲 但是吧整的全都磨光了吧 又看着不好看了 你们看我那个戏了吗 零龙 那个零龙 那个菜龙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大概现在菜到哪去了 我之前说了 它以后不会好的 它是从头菜到尾 所以你们就别心思 它还能好像妈呀 好像后来还好了 往后贴下了现在 那是不可能的 就一直菜 我感觉那花 花腰那妖玲珑 我看都比菜龙要厉害点 咱不知道那菜龙那 武力值咋回事 它在哪 哪个老师教的那个 教的啥呀 教的武功啊 哎呀嘛 谁见谁奏啊 啥呀 哎呀 我看菜龙吧 就应该在那个 那个年代呢 他也不应该去什么 邵阳还学武功呢 以他爱爸爸的劲儿吧 他就可以去 整个什么 什么玩意儿 去当个那个年代的律师啊 什么的啊 要不行 这也可以去讲相声 刀的刀刀的 哎呀 人家 人家有大明星美少女 安卓拉贝比 我看我就应该叫安卓拉巴巴 我得太能巴巴了 那个玩意儿 怎么那么能巴巴 气死 他太能巴巴了吧 他有点激动呢 我还有点生气了呢 哎 不要说了 说多了都是眼泪 你要开学了 你很痛苦 你放心 等毕业了 就是另外一种痛苦了 人生 就要追求这个人生的意义 你每经过的一切的苦 你觉得自己的经历的这些苦 其实都是 嗯 一种经历 都是一种幸福和快乐 这道乐磨啊 所以开学也是快乐的 啊 死了真的 哲学家上线 我这个哲学实在太哲学了 嗯 没事吧 这公子在外面下雨了 哇 哎哟 我看看你说怎么 开学快乐 听见下雨了 嗯 没有下雨啊现在 我现在回去吃口饭 好像要改装改头发吧 然后去拍一个广告 拍完那个广告 应该就没事了吧 嗯你们还看了那个淼淼学姐啊 这是我客串的一个戏 嗯 我马上就要到家了 那我就不跟你们说了吧 因为大学在等我吃好吃的呗 等我吃完好吃的 我就自己上班了呦 七夕节快乐哦 多吃点吧 你们也多吃点 长得白白胖胖的 更好找对象啊 啊 喜庆 哼 拜拜